景归柳星章一枕 南方朱雀祈修 所谓在南方 也就是一年的开始的时候 东方 这个角星露出来 就是春天的时候 阴历 刚好 这个时候 青龙在东方 朱雀就在正南天空 我们 可视角最大的 因为南方全部能看得见 正中央抬头仰望 这个时候朱雀在上 然后西边就是白虎 北边就是玄武 如果到了秋天呢 刚好他们四个反过来 就这样转转 都转星移 我们前节课 有个错误纠正一下 这个朱雀 青龙 玄武 都是头尾相接 唯独这个白虎 有可能是头倒过来的 这个学术上有争端 也就是说白虎头对朱雀头 白虎尾对玄武尾 当然也有说不到过来的 然后白虎生锈的最后一个 它那个包括锦绣 这个附近 但是还是归属于生锈 有一个厕所星 很有意思 三个 四个 像一个模仿的样子 下面呢 还有一颗史星 史星一亮什么意思 自己去想 它就一颗星就叫石 古人这个很形象 什么都有 这个第一个 锦目 憨 憨 是据说陀路的意思 就是北方啊 东北啊 俄罗斯啊 什么的 土上有脚 很厉害 是吧 自目秦星 说是他就能 这个这个 打败他们 反正到后来 西游记原著里面 也咬死了一个 就是这个锦目函 这个锦绣 它是全天星空 最大的一片 这个这个 包含的这个 区域 在西方叫双子座 大概这个样子 在一些星要 占星里面 还有叫这个 代表着夫妻 联手 一个井字形 那当然 中国古代这个井 更讲究 就是井 它自然有水 自古呢 说而作而落而息 造井 饮水 耕田饮食 是吧 那井可见很重要 那井 自然有水 水是什么呢 这个银河 从这个地方 带经过 这个经过的比较多 尤其形象 造井 那它附近的星关呢 它所包含的 这个这个很多 就跟水有关了 顾名思义 呃 那井呢 那之后 就是这个 鬼秀 鬼进阳 那鬼 这个字我们一看 就凶多吉少 是吧 反正就 这个阴事 那鬼 当然就急 阳件事 那大多数都是凶 像祭司 埋葬 这些 脏葬 这些 应该是比较好的 选这一天 这一年 这一 这一月 这一时 因为它代表着年月日式 什么都有 只要 但凡 这个轮到它 直日 它影响力大的时候 就是如此 那这个鬼呢 就是朱雀的 头 朱雀是属于 秦类了 秦类 很多 它这个 受到惊吓的时候 头就会 扎毛 是吧 那 这个就代表着 有虚惊 就是没有的这种 一种事物 让它 这个 让它意外的一些事情 让它导致 这个样子 这个顾面思义 鬼 是吧 反正人所未知 所不能掌控的 看不到的 都会为这儿害怕 这些东西 都属于鬼类 至少人 对于人 人间是这样 还有时间 再说一个知识点 这个三元 就包括 这个紫围园 太围园 还有天石园 三个圈 那刚好呢 我们这个 有赤道带 黄道带 还有 指的是天赤道 还有白道带 就是月亮 太阳跟地球 它这么一圈 跟这个是不是有联系 大家朝这个方向去思考 很多东西 提供一个思路 也好 这么一圈